非一般的时代 非一般的崇拜 不如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 在这里先跟大家讲一声母亲节快乐 加尔文John Calvin有句名言 他这么说 The church is the mother of all Christians 他说教会是众基督徒的母亲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单只是为地上的母亲去感恩 亦都是为着教会我们熟灵的母亲去感谢 亦都是祷告 盼望很快大家都可以重投母亲的怀抱 就是可以很快可以回到这里一起做实体的崇拜 由2018年1月开始 我们一直在研读着马赫福音 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了两年的时候 我们讲到系列的总题叫做非凡的见证 不因为马赫是一个非凡的作者 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非凡的救主 马赫福音是一本怎样的书 德国神学家Martin Tyler曾经这么说 他说马赫福音就是一个耶稣受难复活故事前面 再加了一个延长了的隐言 马赫福音是 A passion narrative with an extended introduction 马赫用了十章的圣经去讲述耶稣三年的事工 除了最后的礼拜之外 去到马赫福音的第十一章 我们正式进入了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后的一周 接着这一周一直带我们去到马赫福音第十六章 马赫福音第十一和十二章所记载的 是圣殿争霸里面的七个回合 之前我们已经讲了头四个回合 分别是爱子的权柄 邪恶的援户 海撒的银币 复活的上帝 今天要讲的是第五个回合 讲到的经文是马赫福音第十二章 第十八至三十四节 讲到的题目是最大的戒命 讲起最大的戒命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 今天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教会 都自称自己为两大的教会 第一他说我们是大使命的教会 我们是一个全阳福音的教会 第二我们是大戒命的教会 我们是一个爱神 爱人服侍社区群体的教会 不过当我们来到圣殿争霸第五回合的中间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究竟在这个故事里面 耶稣是不是只是想通过这个故事 去吹谷我们 将我们所信的东西 赋予实践 是不是耶稣的目的就是要 just do it 耶稣说这个大使命的原因 大戒命的原因 就是叫我们 讲多无谓行动 最实际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这篇里根本不需要讲 我们读完那个圣经 回家就可以行动 还是在一个故事当中 其实在短短七节的圣经里面 包含着一些很深奥的天国奥秘 耶稣邀请我们去抽丝剝奸 邀请我们很敏锐地去识别 究竟他要跟我们讲的天国奥秘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功夫 我想带你一节一节去看这七节的圣经 但是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回到上个礼拜的故事 《卖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八节 这么说 杀刀该人来见耶稣 这个圣殿的车轮战 其实去到第四个回合 如果你上个礼拜在听我讲第四个回合 其实都已经是尘埃落定 之前已经有六祖人来过找耶稣 包括祭司长 文士 长老 法利塞人 希律党人 杀刀该人 他们都先后出场 也是先后拜于耶稣的手下 想象如果你将这个圣殿的争霸 去拍成一套电影 去到这个时候 其实都差不多可以埋美 那些众人看到所有六祖的人都已经输了 他们拍烂手掌 接着他们喝彩 接着他们慢慢地离开圣殿 因为日落已近 在另外一方面 你看到十二个门徒他们也都松了一口气 耶稣没有输过 他们开始收拾他们的行装 准备归家 但讨计还没完呢 就是这个时候 在老院有一个影子的出现 这个人单枪匹马 他逆向人群 人是走着 他就回来 他迎向着耶稣 帮我们进入 第五轮的争霸 某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这么说 有一个文士来 听见他们的辩论 知道耶稣回答得好 就问他 解命中哪一条是第一的 你从字面的角度来看 这个文士 这个犹太的律法专家 似乎跟前面来过的文士 是很不一样 他听了耶稣的辩论 他觉得耶稣回答得很好 他不是来找耶稣麻烦的 他留心观看了耶稣 四场的比试 他留心聆听了耶稣 每一场的回答 他深深被耶稣所感动 他仰慕耶稣的英勇 仰慕耶稣的才智 于是他前来问耶稣一个 对于律法师来说 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问题是 在解命当中 哪一条是首要 哪一条是最重要的 法律学者告诉我们 其实所有复杂的法律系统 都难免会出现 律例典章 解命的一些冲撞 究竟在这么多的冲撞 这么多的解命当中 哪一条是最重要的 我想很多人都听过 或者想过这个问题 诗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当孝敬父母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父母说 你今天不要回教会了 那就冲撞了第四届 当孝敬父母是第五届 但是冲撞了要守安息日 那怎么算呢 第四届强一点 还是第五届强一点 你开始明白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这个人不是 随便找一些问题来说 他在问一个 意义深重 影响深远的问题 也都是不容易去解答 不容易解答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的犹太老师 他们已经看好整本 旧约的圣经里面 在那里手掠了 613条的解命 613条 当中有365条是禁令 禁令 就是prohibition 叫你不要做什么东西 另外有248条是命令 是正面的 一个是负面的 不要做这些 另一个是正面的 要做这些 不要杀人 要爱人 你看到分别吗 于是在这613条里面 他在问耶稣 哪一条排第一 哪一条是整套律法的总纲 哪一条是整个律法系统的灵魂所在 我想带你去看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 马可记载了这个故事 在马太福音第22章里一样记载了 你看看马太怎么写 马太这么说 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杀到该人的口 第四轮 他们就聚集在一起 其中有一个律法师 他仰慕耶稣 就问他 老师 律法上的界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 马太说他仰慕耶稣 是不是 其实不是 是我老作的 如果你看回你本圣经 他不是仰慕耶稣 其中有一个律法师 见到耶稣 堵住了所有人的口 他就来试探耶稣 在这个时候 我们开始惊讶 发现这位年轻有为 我当他是年轻的一个律师 他少女藏到 他是一个奸角 他原来是圣殿争霸剧宗里面 最后的一个大魔头 为什么我说他是最后一个大魔头 因为 马虎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四节 告诉我们 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问耶稣问题 那还有第五个回合 还有第六第七个回合 第六第七个回合 大卫的后裔寡妇的小前 当中是没有人问耶稣问题 是耶稣的帝国反击战 是耶稣出题目给他们 是耶稣去轰炸他们 这个律法师前来试探耶稣 他试探的开波 少女藏到 他叫耶稣做老师 但他不是真心尊重耶稣 他只是一个虚假的名号 他问耶稣的法 在耶稣的戒命当中 哪一条最大 他想找耶稣的弱点 他想捉耶稣的痛脚 你猜耶稣知不知道他邪恶的动机 如果你看了耶稣的故事这么久 你知道耶稣当然知道 一眼看他 知道他坚定是中的 然而耶稣怎么回答他 耶稣用爱心和耐性 去回答这个律法师 我想带你看看耶稣 耶稣是知道 他是你找耶稣的麻烦 然而耶稣回答他 要引导他 进入天国 进入天国 马福音第十二章 第二十九节 耶稣回答说 第一是 以色列你要听主 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 耶稣带我们回去 去救药圣经里面的生命纪 生命纪的第六章 对于以色列人说 可能最有名的一段圣经 叫Shema 有没有听过 Shema 记得很多年前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我想我的弟弟 都是BB仔 有一次我和太太 去一间美国的教会 去他们主日的敬拜 但我们去早了 所以去早了一个钟头 于是只有我们一家人 找个位置 就坐在上面上层 那些楼梯的位置 在那里等人来的时候 我们四围望下 然后在那个上层望到来 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横页 很大的牌匾 有两个希伯来文字 我当时看了 我都不好意思 因为已经忘记了希伯来文了 但我太太问我 她说她在写什么 我看了很久 我突然想起 我知道她写什么 她写Shema O Israel 以色列啊 你要听 原来那间教会 以前是犹太人的会堂 但他们撿了一套 然后教会买了个地方 拿来变成耶和华 耶稣的 Shema O Israel 原来这句说话 是你走进去 每个主日 或者他们的安息的时候 拉比去呼喊众人的时候 Shema O Israel 大家要听 有些在古时的时候 有些到崇拜的时候 那个教会有一个钟声 然后整个汤的人 静下来 知道是崇拜的时候 要开始 回教会 Shema O Israel 是每个主日 每个安息日 都会听到的东西 不单止是这样 有圣经学者 告诉我们 当时有些敬虔的犹太人 他每天会背诵 Shema两次 早一次 晚一次 Shema O Israel 以色列啊 你们要听 耶稣是谁 耶稣是真以色列人 耶稣是以色列的君王 你可以这么说 其实耶稣三年 在地上的事工 的中心和总体是什么 Shema O Israel 耶稣去完 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城市 那个城镇里面 他去做什么 他不是去做神 他不是去医治 他不是去服事 虽然他都有做这些东西 但是他中心的事工 他事工的灵魂的 总工是教导全阳天国 于是耶稣去到每一个地方 基本上都是 Shema O Israel 以色列人 你们要听 你记得 耶稣开始用比喻的时候 他的比喻里面 永远都有一句 有意的 就应当停 今天仍然是一样的 你来到我们 基督的教会里面 你都是Shema O Israel 你要听上帝的道 基督徒说 你们要听 我想你想想当时的场景 耶稣面对这个终极的试探 最后一幕了 最后一个敌人来到的时候 耶稣带我们回去生命记 如果你熟你的福音书的话 你熟你的本圣经 你应该记起耶稣 在抗野里面的三合一试探 有些人说三次的试探 或者更好的方法 是三合一的试探 耶稣受洗了之后 他去了抗野 三次撒但尼试探他 三次他都是用什么 生命记来回答的 耶稣带我们回去生命记 耶稣说 以色列那里面要听主 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 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两样东西 第一 如果你知道 你会在当时的世界 当时的世界多神论的 罗马人的神多到无论 而上帝跟我们说 在这个多神主义的当中 唯独只有一个真神 你只可以敬拜唯一的真神 第二 上帝说 你观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一个创造主 其他所有是被造的 有被造的人类 有被造的动物 有被造的诗情 而唯独你可以敬拜的是那个创造主 你不可以敬拜一个人 你不可以敬拜罗马的皇帝 你都不可以去拜星星月亮太阳 那些是被造的东西 所有一切的东西 呼召我们 唯独敬拜真神 以色列人你们要停 上帝是独一的上帝 现在应用了 他应用是什么 你们要尽心尽胜 尽意尽力 爱主 你就是上帝 你要尽心尽胜 尽意尽力 爱上主 我不知道你一想到 要尽心爱上帝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 如果你在美国的时候 美国人是很情感的 那些感情很澎湃 于是那些年轻人说 我们要尽心爱主 我们去jam歌 我们jam赞美歌 然后jam了几个钟头 我们现在尽心爱上帝 我告诉你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尽心 The heart 讲到那个心 其实那个心 在犹太人来说 在希伯雷文里面 是跟头脑近一些 所以当你叫你尽心去爱上帝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是叫你细心地去思想上帝 我一会儿回来 去到应用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这个尽心 和尽意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耶稣说 第一个戒命 也是最大的戒命 就是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 爱上帝 为什么第一个戒命 最大的戒命 是爱上帝 因为这个戒命 是要抗衡第一个叛逆 是最大的叛逆 耶稣带我们回到生命纪 但他同时通过生命纪 带我们回到创世纪 第一个罪 第一个戒命 最大的罪 最大的戒命 你记得那个故事吗 上帝让他们在伊连园里面 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 唯独一棵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认识好与不好的书 分辨善与恶的书 你不可以吃 然而亚当堕落 亚当背叛上帝 而在亚当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 都和亚当一齐 背叛了上帝 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上帝的荣耀 罪的公教乃是死 死后且有审判 当耶稣带我们去思想 最大的戒命 他也帮我们去思想 我们都和亚当一起 犯了最大的叛逆 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我估计耶稣在这里 当他回答这个律法师的时候 他已经暗示给这个律法师一件事 他知道他看穿这个律法师 去测验他 去引诱他 他在这里的律法师 是一个置疑的律法师 他已经通过第一条戒命 在这里暗示给这个置疑的律法师 告诉他 其实你没办法自救的 你知道吗 你和亚当一样堕落了 你不能自救 你需要上帝的拯救 如果我粗俗地说一句 耶稣在这里暗示明示 给这个律法师知道 其实你不是周身使 而是周身使 你听不听得明白 You are not gentleman child You are full of 我都不想安哥字了 Full of dirt 他告诉你 他不是周身使 而是周身都是使 耶稣开始将福音传给这个人 但是耶稣还没说完 他继续说 第二 要爱伦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戒命更大的 今天天国做特戒买一送一 这个人问耶稣 一条最大的戒命 耶稣给了他两条的戒命 耶稣给了我们 每一个人有两条的戒命 其实是一个二合一的戒命 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一的戒命 一个戒命是上半节 另一个是下半节 没有比这两条戒命 更大的戒命 你看回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 耶稣再加 他再这样说 他说这两条戒命 一切律法先知书的总纲 整个纠约的总纲 整个纠约是流向这一点 戒命的头一半是 尽心爱主 戒命的另一半下一半是 第一个父母是哪个 是你的天父 所以头五戒都是说爱上帝 而后五戒是说爱伦舍 我们知道爱上帝的戒命是出于生命的第六章 那爱伦舍的戒命出于哪里 出于利美记第十九章 我想和你回去很快看看利美记第十九章 利美记第十九章这么说 他说不可恨你的弟兄不可报仇 你要爱伦如己 听不听到吗 你要爱伦如己 不可恨你的弟兄不可报仇 你要爱伦如己 还有一句最重要的 我是耶和华 为什么你要爱伦如己 因为我是耶和华 我想你在这节里留意到两样东西 第一是很重要的 我想你留意 爱伦如己背后是有一个动机 有一个动力 那个动机 那个根机是什么 是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以色列人 和他纳约在恩典当中的名字 耶和华说你要爱你的鱼舍 那个鱼舍其实不是你现在住在旁边的香港人 那个鱼舍是说犹太人 因为他们犹太人和其他人分开 分别为圣的一个群体 你要爱你的鱼舍 你要爱你周围的犹太人 因为他们跟你一样 是我将你们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 所有的子民 分别出来的天国子民 所以当你由旧约去到新约的时候 你要发现爱伦如己的这个形容 最主要的形容是什么 是主内的大兄姐妹 他在说的是属灵的鱼舍 所以叫你爱伦如舍 就不是说我们去服侍群体 但我不是说不对 但我告诉你他不是在说这件事 他最重要的应用是什么 你要爱你的主内的弟兄姐妹 当然你知道在耶稣的好撒玛利人的比喻里面 耶稣将鱼舍的定义又再推一步 再不单只是犹太人 而是推广至外帮人 不过那个比喻是非常复杂的 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说 就不要乱去猜的 你们要爱伦如己 所以你看到外轮如己 其实是建立在尽心爱主之上 为什么你要去外伦如己 因为你尽心爱主 这个第一件我想你知道的 第二件有第二点很重要的 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外伦如己 可能我们一想到外伦如己 很自然地想一下身体上 物质上怎么可以分享去供应 这个你如果去看新约的时候 在主内里面 在教会里面 是很分享我们的物质上 所拥有的东西 是没错的 不过还有一个更加重要 或者是更加深层次的应用 是外伦如己 而这个应用在利美记里面都已经看到 有一段是我遮了的 我想你看看利美记里面 告诉我们什么叫外伦如己 他说不可恨你的 弟兄好啊 不恨他 那怎么样呢 要指责你的轮舍 免得因他承担罪过 你不可以恨你的弟兄 你要爱你的弟兄 你怎么爱你的轮舍 指责你的轮舍 有没有想过你爱你轮舍的方法是指责他们 当然你看英文是说reason frankly 就不是叫你睹他们的背脊 不是叫你恶而重伤 而是叫你很虚心地 劝劝他们 因为如果你不做的时候 你会因他们的罪过 如果这个弟兄是犯罪的时候 你应该去指责提出他的罪恶 以至他可以回转 因为如果他不回转的时候 你要和他一起承担这个罪过 在背后其实有一段很美丽的圣经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以西结书 以西结先诀 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 上帝呼召他做什么 以色列的watchman 以色列的守望者 这个守望者的工作是要做什么 要指出他轮舍的罪恶 上帝说你去你要做我的watchman 叫我的守望者 你要将他们的罪恶说出来 你要叫他们呼唤他们回转 然而如果他们回转 他们不回转的时候 他们的血不在你身上 但是如果你不去叫他们回转 他们犯了罪 他们的罪在哪个身上 在你的身上 你说这是一个何等艰难 何等荣耀的界命 你再不是说 我今晚没有饭吃 你不如请我吃一顿饭 这么简单 不是说我今晚生日 你不如买一份礼物给我 买个蛋糕给我 这么简单 是说如果 我是在罪恶当中 如果我不是追求上帝 活在天国里面的时候 你怎样去指责呼唤我 我回来呢 你要做这个工作 要走这个界命 需要一个真是爱上帝 亦都是爱人的一个人 才可以做到 这个界命 其实让我想到新约里面的一本书 有一本书叫做《雅国书》 大家都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雅国书》有神学教话 可能是在新约里面 这么多书里面 充斥着最多犹派背景的一本书 我想带你去看看 《雅国书》的结尾 《雅国书》的结尾 是一个呼唤回转的结尾 《雅国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这么说 若有人迷失了真理 而有人使他回转 这人该知道 使罪人从迷途中回转 从死亡中 发他的灵魂救回来 而且遮盖许多的罪 整本《雅国书》 正在做一件事 如果你有机会回去 看看《雅国书》五章 你会发觉他经常骂人 骂那些有钱人 骂那些自以为有信心 其实他的信心是虚假的人 骂那些以为自己信主 其实他不信主的人 他在做什么 他在叫他们迷途回转 整本《雅国书》 是在承传最大的戒命 他尽心的爱主 爱伦如己 怎样爱伦如己 是呼唤他们回转 我想你记住这个应用 为什么 因为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你在耶稣的身上 你见到耶稣 在做一个好轮舍的工作 耶稣什么叫做好轮舍 在呼唤这个律法师回转 这个律法师不怀好意 这个律法师试探神子 这个律法师坏到极 而耶稣在回答的当中 他在做什么 他呼唤他回转 耶稣是那个好轮舍 好轮舍不是请你吃一餐饭 好轮舍是呼唤你回转 我想带你回去看《马后福音》 听了耶稣的回答 这个律法师 他有什么反应 他这么说 《马后福音》第十二章 第三十二节 好 老师说得好 上帝是一位除了 他以外没有别的了 老师好 老师对 你们记得其实这个律法师 一早已经可以叫耶稣 做老师了 是吧 但是之前那个是假老师 他不是真的佩服耶稣 但是去到这个地步 当耶稣回答了他之后 他五体投地的尊敬耶稣 他说 好啊老师 好啊你对 一位著名的圣经神学教 告诉他 其实这个好啊耶稣 老师说得对 翻得太差了 你应该将他 有一个更好的翻译 更好的翻译是这样 说得漂亮啊 你的回答太美丽了 看那些片子 那些人在吃味黄的那碟 好吃啊 好吃啊 太好吃了 这个是那人的回答 当他听完耶稣的 You are amazing 你说得太漂亮了 你的回答太美丽了 所以学者告诉我们 他们在所有的犹太文宪里面 从来没有一个老师 告诉你最大的戒命 是将利美记和生命记加起来 耶稣是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 于是这个人第一次吃了那碟鸳鸯炒饭 好吃啊好吃啊好吃啊 完全的好吃 那这个人将耶稣评价格的这么高 为什么林牧师 你还是将他给他一个黄的颜色呢 他应该绿色了 为什么他是黄 他黄的地方是因为 他仍然在叫耶稣 做老师 因为他最大的问题 你看不见到啊 他之前来试探耶稣的时候 他随便读一 现在耶稣回答了他天国的问题 他仍然在叫耶稣做老师 耶稣只是一个老师 No 耶稣是不是老师 是 耶稣是不是好老师 是 但是耶稣远远超过 一个老师的身份 这个故事 令我们想起另外一个故事 如果你的记性好 在马福音里面 有另外一个年轻的财主 又是一个很志愿的财主 他来到和耶稣 他怎么称呼耶稣 良善的老师 开口夹着力 耶稣立刻 派一句挑战他 暗示他 明示他 耶稣自己真正的证明 他说是什么 为什么你叫我做良善 善良 除了上帝以外 没有人是善良 耶稣说是什么 你有眼无珠 你不识太散 我不是善良的老师 我是善良的上帝 你要尽心尽性 尽而爱上帝 就是要爱我 你应该俯伏在我的面前 清晨建议 年轻的财主 看不见耶稣是谁 同样这个文士 这个律法的专家 他看不到 他两个人难兴难递 在马福音里面 他们是难兴难递 他两个人都是有眼 看不透 我不可以说他看不见 他看不透 有意听不懂 仅管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 律法师是有一个优势 他说了一件事 耶稣的回答 令他惊喜 惊喜到一个地步 他只可以重复 耶稣的答案 很正的 当你问老师的问题 老师回答了你 是你意想不到的答案的时候 你惊讶 惊喜到的地步 你就可以重复老师的问题 老师的答案 于是他觉得说 他老师你说得太漂亮 太美丽了 于是他只是 在重复耶稣所说的 他在陶醉着耶稣的答案 上帝是一位除了 他以外没有别的 你说得真是美丽 尽心尽至尽 另外他又爱伦如己 真是很美丽 他说完这里 应该是修口 如果他修口 他没有一百分 都会有九十分 但是这个人 衰多口 他还加多一句 他重复了耶稣的答案之后 自己加多了 自己的一个comment 加多了自己的一个看法 就是他最后那句说话 令我们知道 原来这个人 从头到尾 听不明白耶稣 他说的那些什么 他完全不懂耶稣是谁 他也听不明白耶稣说的 他加了一句什么 他说 尽心尽至尽力 外他又外伦如己 要给一切的繁制 和制制 好得多 这句话耶稣没有说的 他自己加的 真是衰多口 尽心尽至尽力 外上帝外伦如己 要给一切繁制 和制制 好得多 你觉得他说成什么 有没有搞错 这样都说得出来 你可以想象这个人 可能他从小到大 在耶路撒冷长大 不单他在耶路撒冷长大 他在圣殿附近长大 圣殿附近 是怎样的地方 圣殿附近 是全世界全宇宙最有福的地段 为什么 因为圣殿是上帝 临在人间的地方 然而圣殿是圣殿的上帝 与带罪的上帝子民相会的地方 你明白吗 一边是圣殿的上帝 另一方面是带罪恶的子民 于是要他们相聚 唯一一个安全的做法 就是圣殿不断要有繁制 要有制制 因为希伯和书第九章 告诉我们 没有流血就没有社罪 你要有社罪才可以相聚 所以这些繁制 这些制制 是上帝恩典的明证 是上帝的恩典 但是这个律法师他看不到 他从小到大住在那里 他觉得污烟瘴气 毫无意义 古旧过时的礼仪 都不知道在那里搞什么 但是从小到大 我爸爸就这样带我去的了 终于在那一天 他在圣殿里面 考语到耶稣 他听到耶稣的教导 他被耶稣的教导所感化 他看到什么 他听到什么 他看到耶稣一进了圣殿 在那里翻桌 将那些卖东西的人全部赶走 那些兑换银善的人赶走 然后他听到耶稣说 这殿要称为万国土国的殿 你们将它变成贼窝 于是他心里面在说是贼窝 然后他又听着耶稣说 你们要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 爱上帝并爱人如己 于是他将所有东西综合起来 他说他以为耶稣跟他一样 他以为耶稣跟他一样 恨护这个圣殿 恨护圣殿里面的凡祭 他以为耶稣说最好这个圣殿 是废了他 于是他说 阿们 阿们 这一切都是无聊的东西 唯有爱神 爱人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所以那天这个律法师 他曾几何时是一个礼仪主义者 你知道什么叫礼仪主义者 就是常在那里做一些无谓的东西 又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信耶稣 信耶和华 就是做一些无谓的东西 在那天他转换 变成了一个道德主义者 他说我不再做礼仪 我现在要做道德 他听到耶稣曾经说 有人跟他说 耶稣说过一句话 他说他要拆毁这个人手所做的 他心想阿们 但是他不记得 他听不到后面有一句 后面有一句 耶稣说在三日后 我要再做一个不是人手所做的 耶稣说这个圣殿要被毁 是因为这个圣殿不是上帝所预备的 真是拯救 可以成全救恩的圣殿 他不知道他没有办法自救 他以为他自己出去努力的 尽心尽胜尽意爱上帝 爱人如己就可以得到的 他不知道耶稣来 不是教他做一个好人 耶稣来 是要为他赏十字架 耶稣来 要为他出空坟墓 耶稣来要复活 成为一个完美永远的圣殿 让他和所有回转的罪人 可以住在当中 他不知道 十字架和空坟墓 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问你 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 你不要给我最大戒命 你给我最大戒命 你就像这个论法师那样 你失败了 我们信仰的核心是 十字架和空坟墓 上个礼拜我有个朋友 他寄了一个很有趣的文章给我 他的题目叫做 The Actual Gospel of Canadians 他说加拿大人所信的真福音 他说这个做什么呢 这位作者在一个神学院里面 教了几十年书的一个神学家 他说在我教了这么多年的神学里面 我越来越担心加拿大的教会 他说我有帮学生 有些很年轻的学生 都会来神学院说要做牧师 做传道人 然后我很努力地去教导 他们正学圣经的神学 然后教完三个月之后 他们要考试 他说无论我怎么样努力教他们 他们答给我的东西都令我很担心 他答的东西很奇怪 我已经很努力教了他们 但是他仍然告诉我们 他的信仰和圣经的信仰 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他说你知道那些年轻人 写回给我 由他们的回答 考试的回答里面 他们相信什么 他说他相信以下这几样东西 他相信耶稣是一个good man 耶稣是一个好人 他教我们关于上帝的事 他教我们怎么样可以爱人如己 他说他们相信 跟随耶稣的榜样 就是叫做基督徒 有没有听过这件事 是不是很手缩面 是不是经常去教会里面 都是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 什么叫做基督徒 就是做小基督 不是完全不对的 但是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不是的 这个神学教说 在他们的考试卷里面 我看不到有十字架 看不到有复活 有空坟墓 看不到人需要悔改 看不到人需要重生 只是看到我们要跟着耶稣 做好人 做好事 服务社会 荣神 荣神益人 这个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他们的问题 跟这个年轻的律法师 完全的一样 当他这样回答耶稣之后 耶稣会怎样去回应他 耶稣用最无尽的慈爱和智慧去回答他 这个是耶稣最后给他的回答 第十二章第三十四节 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 就对他说 你离上帝的国 不远了 中文的翻译或者英文的翻译 其实都是很困难 因为他说 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 好像很正面 但其实他原文的翻译 可能更普通的翻译 是他回答得合理 名字 而这个合理的名字 是相对于前六祖人 对耶稣的回应 你明不明 不是他回答得有智慧 他说的智慧 不是旧《荣经》里面 敬畏耶和华的智慧 他说这个人回答得算合理 为什么 因为他同意耶稣 前面那六个人 拍下屁股就走路 于是耶稣就跟他说 耶稣说 你来上帝的国不远了 很不好 如果有人跟你说 你来上帝的国不远了 很不好 你说你都给了绿色在这里 应该很好 其实不好 如果你是一个 完全迷失了的人 你在找上帝的国 然后你找了很多年 然后有人可以为你指导 为什么我现在这样 耶稣你帮我算 你来上帝的国不远了 这个是好消息 因为你是不断的迷失 但是这个人是一个律法师 这个人是天国的移民官 他是帮上帝打工 他是决定哪个人可以入天国 能不能入到天国 他居然自己来天国不远 他居然耶稣告诉他 他不在天国里面 如果我拍一部戏 我会说 当耶稣跟他说 你来天国上帝的国不远的时候 他可能第一句话回来就是 多谢老师的夸掌 多谢老师的认同 后会有期 然后走开 走了五步 他突然转身问耶稣 老师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我距离天国不远 那就是什么 就是我不在天国里面 老师你怎么可以说 话中有骨的东西 耶稣就是话中有骨 耶稣就是要刺爆他的波波 告诉他 他根本不在天国里面 然而我想告诉你 耶稣跟他说 你来天国不远 这句说话里面 也是充满着盼望 为什么 因为天国在哪里 天国的门口在哪里 远在天边 震在眼前 天国就是耶稣那里 你实在离天国不远 我就是天国 我就是天国的门口 在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想你将这个故事 跟另外一个故事重叠 就是那个年轻财主的故事 那个故事里面 耶稣看着那个年轻的财主 很贪钱的财主 他看着他 他要堵穿他的泡沫 于是耶稣跟他说 叫他放下你还缺少 一样东西 耶稣对着 爱他才跟他说 我不爱你 我不跟他说 耶稣在做什么 他是好轮舍 好轮舍堵穿人家的波波 好轮舍一定要让那个人知道 年轻财主的问题是贪财 你猜他会跟你说些什么 如果他看着你 他爱你 你猜下一句说话是什么 他不会说你很碰 很爱你 你一定碰 我一定祝福你的 有什么需要 立即告诉我 这个不是爱 耶稣如果他见着我们 是爱的时候 他一定要将我们的罪 呈现出来 因为他要做好的轮舍 他呼唤年轻的财主 他呼唤那个 一个自义的律法师 他呼唤你和我的不信 回转去跟从他 耶稣是唯一的盼望 祂道路真理生命 没有直着耶稣 没有人可以去到天父 那里 耶稣要为我们杀出一条天国的血路 我想带你回去看 马太福音第二章和第五章 这两条戒命 是一切律法先知书的总纲 接着耶稣自己说 他说 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先知和律法 我来不是要废掉 而是要承传先知和律法 上帝两个大戒命 大戒命是需要承传 不过不是你和我可以承传到 上帝两个大戒命 最后是耶稣为我们去承传 耶稣怎样去为我们承传 祂为我们赏十字架 为我们出空坟墓 因为整本旧圣经 指向祂的十字架 和祂的空坟墓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这么说 基督不是必须要受这些苦难 然后进入祂的荣耀 于是从摩西与先知律法与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 自己的话都作了 解释 耶稣为我们受苦进入荣耀 十字架和空坟墓是基督信仰的核心 不是最大的戒命 是十字架和空坟墓 于是现在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在天国的救恩里面 我们正如当年愚梦初醒的门徒 开始重新阅读整本圣经 在摩西在众先知里面 我们可以每天发现上帝 在基督里面的大爱 我想带你回去看生命记 我们之前还没有机会看 我只想和你读几节的生命记 最大的戒命 我想和你开始看生命记第六章的第一节 他这么说 我希望你们上帝所吩咐要教导你们的戒命 律例典章 叫你们在所有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我想你留意 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大戒命 来着的大戒命 是在什么场景里面叫我们遵守 是在再叫你们 再要过去得为业的地方去进行 要他们在应许之地那里进行 有没有留意到上帝的大戒命 不是在出埃及的前夕给他们 上帝不是说 我给你三个月的试用期 我将最大的戒命 给你在埃及run三个月 如果你成功 我就救你出埃及 不是的 上帝的戒命也不是进加南之前的前夕 我现在又给三个月的试用期 如果你过到最大的戒命 三个月 我就带你进入加南 进入应许之地 不是 是上帝已经恩着他的恩典 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 将他们带进了应许之地 而在应许之地里面 在他们得业的地方 叫他们干什么 叫他们向上帝的恩典回应 守这个大戒命 这个是旧约是一个影子 去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在说的是 耶稣基督里面无尽的恩典 大戒命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 大戒命是悔改罪人对恩典的回应 我们怎样回应恩典 好像以下这样回应 以色列你要停 你可以将它改造 基督徒你要停 你已经是悔改被拯救的罪人 上帝怎么说 基督徒说 蒙恩基督徒 你们要停 耶稣基督徒说 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 基督徒的福音 你要记在身上 要恩勤教导你的儿女 要恩勤教导你儿女 耶稣基督的福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走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淫重 要是在手上 作记号 将耶稣基督的福音 摆在你的生命里 带着额上 作经框 又要 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 和你的城门上 我不是叫你回家 弄个横页 以马来来 没用的 我是要你回去 珍惜你本圣经 阅读你本圣经 明白你本圣经 所指向的耶稣基督 将它摆在你的心里面 我们要将福音 摆在我们的心里面 因为这个是 保罗、比特、约翰 对福音的回应 你看看他每一封信里面 充斥着基督的福音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需要对福音所作的回应 我的时间够了 我就是想用四点 帮大家总结 这一篇颇为艰难 复杂的道 这四点是 第一 承传律法 赎罪制 这个不是你做的 是耶稣做的 承传律法赎罪制 第二 这个道我们做的 基督恩药 在基督的恩药里面 进戒命 第三 哪两条戒命 尽心爱主 话语记 你记得 尽心 我同意说 尽心是像 脑子近过思想 多过情感 为什么 因为你怎样 知道一个人 尽心爱主 不是他去夹兵 是他珍惜上帝的话语 最后 爱伦如己 盼回转 不是单单在 物质上面的分享 更在属灵上面 呼唤他们回转 愿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 愿我们明白他的福音 回应他的福音 我们是祈祷 然后你就是帮助我们 短短的七字圣经 却注 充满着 一层又一层的真理 帮助我可以 讲解得清楚 更加帮助弟兄姊妹 可以 用心地去思想 明白 愿你的名 在我们当中 得到荣耀 祝福我们 这样其他位 奉祝耶稣 基督名求 阿们